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王刚 在本节课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响应式Web设计及项目实践的第五讲 我们这一讲的内容主要是 CSS,就是常见属性以及它的缩写 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当中我们所讲的内容 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是 关于语义王它的一些定义 以及它的一些特征和实力 并且在最后我们讲了关于这一个 常见动画,这个跑马灯它的一些属性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本节课主要是讲CSS 那么它里面主要分为这个 CSS定义以及它的这个作用 第二个是CSS它的常见属性 第三个是CSS常见属性 它对应的一个缩写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CSS它的一个定义 那到底我们的CSS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为什么需要CSS呢 CSS它是我们的成叠样式表 它是一种用来表现HTML 这是我们之前讲的HTML 它的或者是HTML等文件样式的计算机语言 那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的成叠样式表它是怎么用来定义我们的文件样式的这样一种语言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CSS主要是用来做什么 做我们的界面的一些设计 然后CSS目前最新版本为我们的CSS3 它是能够真正做到网页表现于内容 分离的一种样式设计语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成叠样式表 我们的CSS可以跟我们的HTML页面 它是分离开的 它们之间 我们的CSS可以定义在单独的文件当中 我们的HTML定义在单独的文件当中 然后我们在HTML里面可以去应用我们定义的CSS文件 那就是真一个意思 然后相对于传统的HTML的表现而言 CSS能够对网页中的对象的位置进行排版 进行像素级的精确控制 支持几乎所有的字体 字号样式 拥有对网页对象的模型 样式编辑的能力 并能够进行初步的交互设计 这个CSS是目前基于文本展示 最优秀的表现设计语言 它也是最通用的 关于我们这一个网页 用的最多的样式定义语言 就是它了 我们通常都用CSS来做相应的定义 那CSS能够根据不同使用者的理解能力 简化或者是优化写法 针对各类人群有较强的一读性 一般情况下有几种定义方法 那么我们通常可以通过ID和class 这两个选择器来做定义 那这一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body里面 我们有一个DIV 然后我们要给它定义样式 我们通常可以这样 给它定义一个ID 然后这个ID 我们给它定义一个名字 叫做什么 就是DIV1 这一个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里面 加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的content DIV1 内容 然后我们浏览一下这一个网页 这里我们这个DIV1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定义样式 那我们样式的一个定义呢 主要是在这个head里面 我们可以在这里 给它定义一个style type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定义 那像这种ID 它的选择器的定义呢 我们通常通过一个警号 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给它定义一个样式 这里我们可以定义 font size 字体 我们可以给它设为 16px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大小 之前是这个样子 默认12px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样式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这个大小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定义 它的这一个ID 它的一个样式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 还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class 来定义它的样式 比如说我们给它定义一个 样式表 class 等于 比如说我们也叫DIV1 class DIVclassE 这一个样式 那对于class 它的一个定义呢 我们可以通过点 然后这个名称 那之前我们定义了这一个 fontsize 20px 然后现在我们要让它 这个字体 加出 font weight 我们可以让这个字体 加出 board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 或者我们可以跟它 这样去定义 100的话 它就是100% 然后我们给它600 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给它定义的 这一个样式 可以通过class 来定义 然后我们看一下 ID选择器 可以为标有特定ID的 HTML元素 指定特定的样式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该定义 ID 这个地方 可以来设置 然后HTML元素 以ID属性 属性来设置 ID选择器 CS是从ID 选择器 以警号来定义 我们这里 是以警号来定义 这个ID 然后以下的样式 我们可以 看一下这个ID 就这样去设置就行了 那这里是 我们给大家简单说的 第一种 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去设置 我们的样式表 我们刚才也看到 这个样式 它的一个变化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 然后CSS 常见的属性 那么就像刚才 我们定义这个ID 它的属性有哪些了 我们这里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常见属性 比如说 我们刚才定义了什么字体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希望 这一块 我们让它居中 我们怎么去居中 比如说我们想 带来这样一个效果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样 我们可以通过 定义这个body 我们给body 我们介绍另外一种 定义样式的方式 直接通过标签body 然后我们给它设置 margin 要放在我们这个 still里面 margin 0 auto 我们看一下 它是否能够居中 然后设置DIV Y的 我们设置它的一个宽度 100% 来调我们这一个 样式表 审查元素 比如说我们给它设为800px 这个影响不大 然后我们这个 DAV class1 它这个 完全都被覆盖了 这些样式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给它设置了ID 设置了class 这里我们 直接 因为它相同的 会进行一个覆盖 我们这里不要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在这里 可以来调试 它这个样式 所以我们在这个DIV里面 我们把这个TexAni Center 给它放过去 这样我们这个文本就能够居中 然后我们希望这一个什么 这个DIV 这个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框 让它向下靠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Margin Top 我们这里给它设为什么 50px 它就下来了 是不是 那这个呢 就是设置我们的这个 外边框 Margin Top 50px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希望什么 希望它加出 我们可以 在这个地方 Funt Wait 600 我们看一下 它是否 就是那个加锁 是不是 它是加出 我们这个地方 把这一个 E上去 然后呢 我们还希望什么 我们看一下 这个框 它这个高度 比较低 那么我们希望 它的高度 变高一点 那么我们这里 Hit 比如说我们设成 120px MyHit 120px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一块 这一块 DIV这一块 它是不是变高了 确实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一个 内容 给它填充一下 有了这个内容 然后我们给它 加几个换行 BR 并且呢 我们给它 什么 我们可以给它 加上一些标签 那这个标签 我们可以 直接比如这样 B 给它加出 然后呢 我们可以什么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加出 然后 然后我们希望什么 希望它有一个背景色 我们这个地方 Back Ground Canner 背景色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 选色 选一个 比如我们选这种颜色 然后它颜色也有了 是不是 我们还希望 它能够去做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去设置一下 它的这个肢体 它的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 比如说把 这一个背景 给它换一个 换成这个 这种色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 这个肢体颜色 我们给它设成 设一下 设成白色 我字体给它设成白色 我们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要好一点 这里是我们简单定义的一个DV 然后呢 里面有些文本 然后呢 我们给文本定义了一些什么 一些属性 一些样式 那这些是我们看到的 一些基本的设置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来看一下 它能够 能够去做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设置边框 我们设置一下 Border 比如说我们给它设成 2PX 然后我们给它的这个Border Border Border 设置一下 这样这种设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由于我们加了背景 这个看 看着来不是很明显 我们这里可以把它 这个背景 拿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拿开 字体又不大明显 那我们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 来定义 我们的这一个 边框 Border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定义什么 Border Style Solid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边框 是能够看见的 我们给这个边框 加大一点 这一个 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边框 那这个指是什么 我们做简单的 这一个 样式的一些定义 我们还可以去设置 它这个 内部填充的一个 大小 我们可以给它 设置这个 Pudding 比如说我们给它 Pudding Top 给它设成 24PX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里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 帽号 我们看到 这一个 这一个什么 向上 这一个宽度 它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这里 还可以再来设置一下 设置 比如说设置成 0 有一个变化 是不是 110 有一个变化 也就是说这个 Pudding 它是在起作用 这个是什么 Pudding 它的一个定义 那么我们还可以设置 这个 Pudding Left 左边的一个填充 我们设成 110PX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见 还有一个变化 是不是 然后我们 有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这样去调试 那这个是我们的 Pudding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有没有 其他的什么 我们需要去 可以去调试 来看一下 哪些内容 Border Font 然后我们 Pudding 基本上就这些内容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刚才 和大家一起研究的 关于这一个 CSS样式表 样式的一个 简单的定义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一些属性的使用 那当然还有很多属性 我们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这样一些 很多的属性 就宽度啊 什么位置啊 这些都是可以去定义的 然后呢 刚才我们设置 这个Pudding 比如说我们的 Pudding Top 和Pudding Left 其实我们有什么 我们可以 有相应的这个缩写 不需要这样去定义 我们有这一个 Pudding Top 20 Pudding Left 110 我们可以这样去定义 Pudding 直接设置一个 Pudding 然后我们给它 它第一个呢 是上 也就是上 上边呢 就是20 然后我们的 马上就是右 右边呢 我们给它设成 0px 然后是我们的下边 下边是什么 110 下边也是0px 然后我们的 左边 左边是110ps 那我们刚才的写法 跟这里呢 效果是一样的 看一下 上 右 下 左 这样可以去定义它 同样的 我们的 Margin 和这个 Pudding 它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定义了 Margin Top 和这个 Margin Left 或者是Margin Right 我们只需要知道 它这个顺序形的 上 右 下 左 如果我们上边跟下边 和上边 下边 左边 右边 它是一样的 对应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 设置两个 比如说直接可以 称成 20px 和14px 这个是我们一个 简单的缩写 这个意思呢 就是上下 对应是20px 左右是10px 那这个是我们的 一个简单的 缩写 然后我们刚才不是 定义了这个 Background Color吗 那除了这一个之外呢 除了Color 我们还有很多 Background 比如说Background Image 那像这样一种的话 那么我们是可以 怎么去做呢 像这种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 把它放在一起 像这样一个 Background 直接这样 Background 然后我们的 Background Image 就不要了 然后我们直接 空格 这样就定义 好了 我们这个 Background 然后呢 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 Fund 比如说FundSize FundColor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也是 可以放在一起 我们不要这个 直接这样去跟 比如说这里 就是字体 是不是 字体 然后什么字体大小 我们可以直接 在后面 去跟上就行了 那这些呢 都是一个 它们的缩写 我们的Fund Image Padding Background 它们的一些缩写 然后我们的Border 也是一样的 可以去缩写 直接可以把这个 去掉 Border 然后第一个 颜色 然后它缩立的 然后它的一个 Widers 这样 我们这个 Border 它一个缩写 也完成了 那这些呢 都是它们的一个缩写 这样写呢 我们可以什么 更加的简洁 并且看起来 也比较容易维护 这种方式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 关于样式表 它的一些 常见的属性 和这个缩写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本节课的一个作业 并且按照我们 刚才这种方式 把这个效果 一起做出来 好 我们本节课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